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個OneNote的部分 OneNote的話其實說真的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在學習上最好是課前預習嘛 對不對 課堂的時候可以做練習 課後他還可以做複習 這樣是最好的 但是現在大部分多數學生應該沒有辦法要求到這麼多 他願意上課聽已經算很不錯了 所以說呢我們怎麼樣老師也要改變一下 因為畢竟現在整個時代都變了 學生變了老師能夠不變嗎 不行 那這個變不代表說你要怎麼樣 一定要用科技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教目的都沒有錯 都還是希望同學學會 可是我們透過一些方法的改變 科技的運用也好或是老師教法改變 讓同學可以更能夠接受我們上課的方式 那這樣才能夠有效而且快樂學習嘛 那您到這個網路上呢您隨便找一找 所謂的翻轉學習 翻轉教學 有沒有可以找到很多 事實上這類的工具現在很多 那one note算是其中一種 那麼對我來說它相對比較方便 因為我常常在外面跑來跑去的 我以為我是流浪教師嘛 流過來流過去 流過來流過去這樣 我們要當作打工賺錢啊 對不對 那所以說如果很多學校裡面都有所謂的數位學平台 可是如果我只用單一個學校的 我就走不出那個學校 我就必須要幫每個學校準備很多個 可是都是重複的東西 所以剛開始還好 要升比較快 要維護比較難 要試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你的教材 同一份教材散布在不同地方 那你要更新的時候是不是要改來改去的 所以one note呢它其實有一個特色 並不是您的教材放在one note上 而是您的教材其實都是放在不過的雲端逆碟上 one note是跟不過的服務是整合在一起的 所以當您的雲端逆碟上的教材有更新了 所有的教材都跟著更新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好 哪一天你不想分享的 你就把你的雲端逆碟上的資料放下來 雖然它連結還在 但是沒有用 這樣不是就老師就更不用擔心說 我今天這個平台不喜歡 我要搬家的時候 是不是也沒有這個困擾 就是由您自己自主控管 所以這個是one note的一個優點 那麼我們再看一下 這裡呢其實翻轉教學有很多影片 這個我就不看 我們就先把重點擺在我怎麼樣用它 怎麼樣用它 剛剛我們一開始是有請老師用註冊的方式 或者是用反歌的方式進來了 也沒有發現它的方式要進入這個平台 還算蠻彈性的 即使我不想用註冊 我用訪客是不是很方便 這是它的一個優點 那麼我們呢 這裡看完我就先跳到這邊來 這個 在one note裡面呢它有分就是所謂的知識 或是以前我們講的課程 現在講的叫課程 以前剛剛講的叫知識 意思是一樣 就是你可以從這個課程裡面 那你可以這個課程可以是自己的 也可以怎麼樣 透過訂閱別人的開始 透過訂閱別人開始 那這樣就可以從這邊 有一個不見得說我每次都要重來 我就先借用別人的 第二種 你也可以自建立自己的群組 建立自己的群組 也就是說我今天說用別人外 我真的屬於我自己料材的 我就自己建起來 或是屬於我自己群組的 像我們今天一樣有沒有 我就建一個三個群組 我就可以在裡面直接用自己的東西 也可以引用別人的 引用別人的來用 那這樣你就可以做所謂的班級經營 那麼因為這些資料啊 其實都是在網路上嘛 所以其實對同學來講 就是他要複習 要review都相對比較容易 那麼這裡我先把幾個 one note 也許大家會遇到 就是想問的問題 我先把它放在這上面 也就是說第一個 就是課程跟群組 是不是公開在網路上 你可以選擇公開或不公開 我知道有很多老師會擔心 公開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繼續 可能也許老師會覺得 這個內容也有版權上的問題 或者說我的資料 我又不想那麼公開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 要不要公開到網路上 那像我們今天的一個情形 如果公開的你就可以自己加入 所以您看我們在哪邊 在這邊 剛剛我們一進來one note 一登錄進來 是不是在課程這裡 您看到所謂的發現這一塊的 這裡都是公開的 這樣了解嗎 不公開的就是不會在這裡 那怎麼會這樣進來 怎麼叫不公開的 比如說我某些課程不公開 那這個時候呢 比如說我們在這裡好了 在這邊 這裡有加入 好 如果不公開的話 你可以給同學課程代碼 課程代碼 他就把代碼加進去就好了 這樣 課程代碼在哪邊對不對 來 假設我們剛剛這邊 假設這個 我不想公開 我這邊設定成非公開 好就是私人的 那麼我可以從這裡產生代碼 右手邊 有沒有產生一個代碼 那同學知道號碼就可以進去 那有些 老師會比較忌諱那個4 你就再重新 一直找到你喜歡的為止 這樣了解 那麼這個 這個 這個代碼什麼時候 他從哪裡出入這個代碼 不用他會自動產生 不是我說其他同學 要想要進來這裡的 比如說我這個代碼 他進來產生了對不對 那麼同學在進來的時候 他就從這個群組這邊 在右手邊這裡有一個加入 有一個加入 他只要把老師的代碼打進來就可以了 加入的群組 說朋友要看 我給你進來 我就給你一個代碼 意思是一樣的 意思是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方式的話 就可以控管 那等到呢 通通大家都進來了對不對 你就可以把代碼清除掉 進來是他們已經加入了 對對對 如果你不想要讓這個流出去 那我就把它清掉也可以 這樣就不會有人再進來打擾你 這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可以像這樣把它清除就好 那那個代碼就失效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就是說 欸你在是不是一定要公開 沒有 只是我的大部分都是公開這樣子 這樣還是那句話 好難賺 沒有關係 那第二個老師會有一個疑問說 欸WONNO是不是免費的 他目前的版本 目前版本是有分付費跟免費 那我的當然是付費版本 但是說真的 因為他用這個方式他真的賺不到錢 也就是說因為他是用個人的嘛 單一老師願意付費OK 可是 願意付費的還是相對很少對不對 所以他們今年的那個 那個 預計的目標就是要把 one note這一邊 改變他的策略 就是這邊會變完全免費 那 他怎麼營利 就是變成 他像一般其他的那個數位學平台一樣 比如說一個學校他去買 他另外幫他們建一個平台 但是可以引用我們這些公開的這些內容這樣子 也就是說他現在是走學校授權的 一般人 一般人用就是全部都免費 這是他今年的目標他會改 所以你現在如果去他官方網站 你去看那個價格 那個頁片他已經先拿掉 因為他現在在ing進行中 ing進行中 所以其實 如果老師你這個時間你想要先試用他那個付費功能 你可以跟我講一下 我再請他們那個經理幫你們開個帳號就好 就是直接升級成那個免費 教師有一些不同的一些 對他會有一幾個功能 等一下我會給各位老師看一下 所以如果說 老師想你以後 應該是今年應該會完成啦 那所以 你以後再用的時候就可以很單純 反正進來就是全部功能都可以用這樣子 那第二個 可不可以上傳作業 可以餒 你還可以在上面直接做批改跟推薦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聽過有一個叫做Google Classroom 有沒有老師有用過 好用嗎 重點是好用嗎 其實目前的Google Classroom 老實說功能是相對比較陽春 所以大多數大家就是拿來交作業最多 因為能夠用的功能不多 不代表Google不行 只是他沒有花那麼多心思在那個上面 因為畢竟他是針對全球嘛 那這個時候呢 OneNote的上傳作業相對比較好用 再來就是測驗的部分 測驗的部分等一下我們會給各位老師看一下 你來看說除了我們傳統的那種 單選、複選、投票有沒有那些東西以外 OneNote還有很多不一樣的 您可以 因為我們重點不在於成績嘛 重點在於他要不要學會啊 那比較重要喔 知識真的可以分類也可以匯出 也可以匯出 那國內有沒有其他的 有喔 好多喔 國內不只有好幾家 國外更多 我大部分很多都有用過啦 就是申請來試用看看 只是說以OneNote來講 為什麼我後來會選擇OneNote 是因為OneNote在平台的難易度上相對比較簡單 你剛剛這樣用 應該不會覺得說有什麼困難點嘛 對就是整個學習的曲線是相對比較快的 不管是對教學的人 對學習的人來講 所以這個是大概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這個OneNote 這樣大家會比較有個印象 好幾個 我還是想不在於 三個月 其實 最後